那接下来我们会听到的是另外一位美国作曲家艾夫斯 致敬贝多芬的一首特别的创作 他的第二钢琴奏名曲《康科德》 那这一首作品也是在音乐史上第一次运用音块来创作的 所以对演奏和这个音乐感悟力的要求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高 那我们刚接下来会听到的是当中的第三乐章 也是整部作品当中最短的一个乐章 而要告诉大家的是在这个乐章当中呢 还运用了经典的小说《小妇人》当中 女主角特别钟爱的演奏的贝多芬和瓦格纳作品的片段 所以让我们来有请柴琼妍 这一首歌曲是从中的一首歌曲是从中的一首歌到中的一首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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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乐